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一天批几分公文 这么low的东西 大家一直吵一吵 韩国瑜也跳不出来 今天表演把公文跌起来 跟他人一样高 这个要证明什么 他也跳脱不出来 很困难 我们今天每日一句是郑文燦 他说韩国瑜可以跟苏仁昌请教公文 卖台式要跟谁请教 卖台式当然就跟郑文燦请教 郑文燦当年就是为了这个丑闻 请辞新闻局长 其实郑文燦的品性操守 我一直打问号 从他太太的账户 出现在台糖的弊案 我就对郑文燦很有意见 很多问号 你太太的账户 为什么会在台糖的弊案 银行账户 为什么 所以调查局办案 像这样讲 像我跟调局有什么深仇答案一样 因为调局 我也不太理会他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开店 我没有做生意 我没有去为市 我没有包工程 像周玉寇他也有标案 周玉寇不是弄一家传播公司 他去标县市政府的案子 我什么都没有 八大行业 赌博电玩 应召战 职业赌场 都跟我没关系 我还怕你 我根本就无所谓 所以你说看调局办台糖的案子 那个案子都已经结束了 狗肺火车看国政顾问团 其实不是很重要 放狗肺火车 第二段蔡总统在台中的演讲 他说你们应该对某个人道歉 明年的总统选举不要选错人 下次的市场选举也不要选错人 蔡英文做的这么差 然后半年之内他民调就爬起来 这个很感慨 半年前 八个月前的九回一大选 然后现在他就捡到枪捡到炮 不过我要讲一下这个 当然卢秀燕是被修理 要讲一下侯友宜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媒体 当然这都是绿色媒体在见缝插针 就一直有人在拱 说侯友宜要去接 韩国瑜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 那县市长接主委 譬如说台南 台南的这个市长是黄伟哲 民进党的 他当然不会去理韩国瑜 那台南的议长呢 是五党级的 那他去接国民党的这个主委 也怪怪的 那就可能由地方派系的大佬 或者谢龙介 谢龙介是这个国民党台南市长 帮助委 他去捡 那这个主委 竞选总部的主委要干嘛 你知道吗 就没干嘛 因为侯友宜他没当过 他没那个概念 竞选总部的主委要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我讲完了 挂主委很大 很大 可是就是挂个头衔而已 也不用你出钱 也不用你出力 你就挂个名而已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子 真正操盘是 总部在操盘 你各县市的竞选总部 那都是挂个 顶多办个什么募款餐会 然后办个晚会 就这样而已 真正选战的那个 你想管也管不到 我这样讲比较快 你想要管也管不到 你只是挂个名而已 那绿色媒体一直吵出 到底好久要不要接 有些朋友到侯友宜的脸书去洗板 去洗板的人 请你们不要再自身是韩粉 你们就滚出去 韩国瑜有叫你们去洗板吗 韩国瑜很像没有叫你们去洗板 韩国瑜没有叫你们去洗板 你们跑去洗板 那你就不是韩粉 你就是支持韩国瑜的路人家 你不要再说你是韩粉 你不要去洗侯友宜的板 我这样讲 卢秀燕在台中被修理 侯友宜是还没被修理而已 等到侯友宜被修理 他就知道了 现在中央不是在卡韩国瑜而已 卢秀燕在台中也被围剿 只是台中的新闻 大家比较少关心 前阵子不是一个文化团体吗 台中本来是彰化要办台湾灯会 彰化不办台中抢过来办 卢秀燕跑去行这边送水果 说谢谢 这个预算给我们帮忙一下 帮忙个叉叉 卢秀燕想要台湾灯会的补助 一样被刁难 就很简单 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八个字就讲完了 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就这样 为什么 今年台湾灯会在屏东 屏东是潘梦安 潘梦安是新潮流的 我就补助 就给自己人 你怎么这么三八 潘梦安就自己的颜色正确 政党正确 派系正确 那不补助他补助谁 对不对 卢秀燕什么党的 国民党的 什么学的 哪学的 你三好够一好 怎么可能给你补助 没刁你就不错 就是这样 民政党这种就是这样 侯友宜颠改蔡总统去巡视新北市 侯友宜又给蔡总统赛民 你来拜庙 我不会陪你 你来看建设 我会 你说的三八月 蔡总统给你点名做技巧 等到改天 要开始修理侯友宜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现在是先收你 韩国跟卢秀燕 好的你走不去 那是timing的问题 没论到你 你想 我跟你说 不管美女向东选总统 三年后要选新北市 当时 民进党会对侯友宜什么面试 用膠肩膜也知道 那不可以 他们都够说的 够说的 所以好的 现在有一些情绪 有一些情绪 也许需要实践 你去洗他的板干什么 你去把侯友宜的脸书洗板 他就怕你吗 你也太小看他了吧 他什么场面没看过 他怕你去洗板 你笑死人 所以那些在网路耍宝的人 你们真的很无聊 我不认为你们是韩粉 你们就是一个 来 我们第一段情绪 这个F16开始看 我们 这个很可怜 国家的处境非常可怜 我们想要买比较好的战机 来 因为我们自己 那个什么 什么国舰国照都是骗你的 什么潜舰国照 国舰国照什么 都是骗你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会做那个壳 我们只会做那个壳 那个壳还是跟人家学 做那个壳 那个国舰跟潜水艇的 那个精密的技术 我们都不会 不要被蔡英文骗 我们国舰国照 那是骗你的 什么武器射控雷达 什么声纳什么 那个我们都不会 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连火车的车厢都不会做 你觉得我们会做那个吗 我们的火车车厢 都跟韩国日本买的 我们自己不会做 所以 我们虽然很可怜 重工业跟国防工业 很辛苦 我们很多东西都被人家控制 1977年 当年我们就想要买F16 F16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想买 因为那时候在1977年 F16是当时最好的战斗机 美国那时候最新最好的战斗机 我们1977年就想买 结果到1992年才买到 隔了15年才买到当时的F16 那时候举国欢腾 买到好棒的飞机 那1992第一次买到F16呢 又隔了27年 今年是2019 我们又买F16 隔了这么多年 怎么又买一样的飞机 不过F16它有很多型号 它一直改良 一直有新的版本 但重点是我们其实想要买是F35 F35是现在美国最好的战斗机 当然比较贵 但是比较好 可是美国不愿意卖给我 我们国防部不是笨蛋 我们当然知道最好的是F35 但你买不到 美国不卖 所以你想要买的 你再有钱也买不到 一切是美国说的算 我要卖你什么 你就买什么 你看全世界有这种事情吗 我要卖你什么 你就买什么 你去Seven去全家 说老板我要买冰淇淋 你自己选 你看你想买什么 不行 我就从冰箱拿一个 你就买这个 价钱你不能决定 口味你也不能决定 我叫你买就买 然后你要感谢我 感谢我卖你 所以这个 很不公平 蔡总统跟韩国瑜 难得的异口同声 感谢老大哥 愿意卖武器给我们 这个其实 但我们是在美国 所以我跟各位讲的话 也不必讲大话 不用打高空 谁当总统都得看 美国跟大陆的脸色 谁当选都一样 你以为韩国瑜当选 然后美国就这样 不可能 韩国瑜10月要到美国 干嘛 趁他当选之前 赶快去interview 以前朱立伦也这样 以前蔡英文 马英九 陈水美 通通都一样 就去美国跑一趟 给美国老大哥看一下 因为美国他就是 押宝嘛 蔡英文连任 要保护我美国在台湾的利益 韩国瑜当选 我在台湾的利益 不能受影响 如果有第三组 或第四组 一样 你不能影响到美国 美国是考虑美国 美国不是考虑台湾 所以大家注意看香港 香港的状况 川普做什么 你不要去看香港 我现在说 你看川普在做什么 川普就是出一只嘴 我来跟习近平碰面 习近平 你想见他就见他 习近平又不是简单的任务 你想见我就见我 我理你 川普改口 我会打电话给他 我会打电话给他 川普他也不会做什么 他只能用讲的 你这个香港怎么样 要跟什么抗议人士 什么会面 沟通什么 都会话 听到没有 改天如果换台湾 川普会不会也出一张嘴 我来跟习近平见面 我来打电话给他 他在乎的不是香港 香港他拿来做筹码 川普是个生意人 我们也一样是他的筹码 所以很悲哀 韩国瑜的总部 还发中英文的新闻稿 简直是莫名其妙 韩国瑜要去调整一下 他的那个总部 因为没有人在发英文新闻稿 我们当然是发中文的新闻稿 你外国通讯社的朋友 他自然有办法翻成英文 谁叫你发英文的新闻稿 三八 刷宝什么英文 这个就是没有经验的人 乱搞 你当总统 即便你英文再好 外宾来你就是得讲 我们的国语 让他去翻译 你到国外去参访 你就私底下吃饭什么 用英语聊天 当然没关系 你重要场合的正式的演讲 你还是要讲中文 讲国语 讲英文 这是莫名其妙 好 我们看这个马总统时代的这个智库 赵春山教授 最近出一本书 那赵春山教授写说 这个1949年以来 台海今年最危险 那这个当然跟两岸 跟这个中美的贸易战 跟香港的局势的变化 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当然这个香港的情势 我们当然要注 因为跟我们太密切了 有一个这个 这个华一的这个漫画家 他画了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里面有一只熊猫 熊猫 那熊猫呢 他手上拿了一颗西瓜 那这个熊猫把这个西瓜 举在他头上 那这颗西瓜呢 上面写香港 香港这颗西瓜 被熊猫举在头上 那地上呢 有两个西瓜已经烂掉了 摔破了 一个叫做新疆 一个叫做西藏 这两个瓜已经摔破 丢在旁边 然后香港这颗西瓜 举在这个猫熊的头上 他拿着 那颗西瓜叫香港 在这个猫熊的左边啊 还有一颗西瓜 放在地上好好的 没有被拿起来 也没有被摔破 那颗西瓜叫做台湾 赵春山教授在联合报的访问 你们要讲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他说啊 大陆认为啊 台湾啊跟美国啊 在support香港的这个抗议 那当然我们说没有 蔡总统说我们没有介入啊 我们很关心 但是我们 你讲没有介入嘛 对不对 你说你只是关心嘛 好 赵教授他讲一个逻辑很好玩 也很重要 他说啊 大陆啊 不管你讲有没有 他认定有就是有 他认为你有这个 明的暗的这样子 声援香港的活动 他认为你有就是有啊 他不管你说有没有啊 美国是直接被拍到 美国的官员跟香港的抗议的朋友 在联系啊 当场被抓包 我用赵春山教授讲那个逻辑 回到讲的那个漫画 两个西瓜已经砸烂了 西藏跟新疆在旁边 两个瓜都烂了 另外一个西瓜被举在头上 叫香港 旁边他有个西瓜放在地上 好好的 叫做台湾 啊你看到 那个我们又不是西藏 我们又不是香港 我们又不是西瓜 啊为什么他把我们这样子画 这个就你用赵春山教授逻辑 你说我们跟台湾 台湾跟中国一边一边啊 不跟别人不跟别人啊 你这么认定嘛对不对 好你这样的认定 那独派的 这样认定我没有意见 我尊重 我尊重 你要回到赵春山教授 讲那个逻辑啊 你认为你不是西瓜 他说你是你就是啊 你说你没有 没有support的香港 我说你有就是有啊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的政府跟政权啊 而我不要当西瓜 我就 我就帮你当西瓜 你就在我旁边啊 你很多东西都靠我啊 我说你是我的西瓜 美国也认为我们是他的西瓜 美国也认为台湾是他美国是一中政策啊 One China Policy啊 它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全世界就一个中国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 不要以为美国在 AIT那些都是政客啊 都是外交官啊 他们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 不是为了我们啊 美中的三个公报 One China Policy 在美国的认为说 那个西瓜就是大陆的啊 就是中国的啊 就不要你F16 你是你欢迎谁啊 那说 真奇怪啊 我们看这个香港的首富李嘉诚 他上个礼拜登这个广告 那因为香港的这个 已经两个多月的抗争 他说啊这个皇台之瓜 何堪再哉 这个是有典故的 这个是简单讲就是他非常的担忧 我不去翻译这个历史淵源 我说李嘉诚 因为他是香港的这个 这个首富 在香港的这个设计地位非常的高 他是担忧的是香港啊 希望大家 从香港的角度来来思考 那李嘉诚 因为他之前有一个诟病案 他当当年在这个商场的诟病案 呃一战成名 他以小吃大 所以被人家称为这个李超人 他把他把资本额 比较大好几倍的公司 把他吃下来 所以大家就这个称探 他是李超人 在那个广告里面他写 最好的因 可能会成为最坏的国 最好的因 可能会成为最坏的国 其实这句话 放在香港的建制派跟民主派 好就是一个亲北京 一个反北京的 这两边都可以 都应该思考这句话 好因为整个就乱掉 这跟我们那当年的太阳花 有一点点的像是说 香港警察有没有打人 香港警察是乱打人 好我们讲句话 香港警察乱打人 乱打一桶 我请问香港警察有没有被打 香港警察受伤了一大堆啊 就没完没了啊 香港警察最最离谱的事情 是纵容黑道去打人 好这个香港的警队 其实应该去好好检查 你怎么让黑道去打人 你警民之间的冲突可以 你放黑道去打人 那个就讲不过去了 香港的黑道有的就是 好那我从李嘉诚这个广告来看 就说这个郭台铭 郭台铭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因为李嘉诚是香港的首富 郭台铭是台湾的首富 那你看李嘉诚他 当然他之前在大陆的 种种的投资啊什么的 他最近都撤 撤了好几千亿出来 他就卖掉 不然为什么叫超人 他就是第一买 第一买高卖嘛 套利嘛 他赚了很多钱 很厉害 他赚很多钱 可是呢他李嘉诚 有没有担任香港的任何公司 你看没有 他也没去选特首 他也没有选总统 都没有 可是因为他在香港的地位跟分量 大家很敬重他 所以才会那种一言九鼎的效果 你看他在那个广告里面 庶民是一个香港市民 因为其实李嘉诚已经退休了 他已经交棒给他儿子了 他有两个儿子 就分别交棒 当然是主要以大儿子来接班 他是一个香港市民的身份 在香港的各大报买全版的广告 然后呼吁大家要 其实他主要不是帮哪一边讲话 第一个在反暴力 反暴力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香港警察不应该打人 然后抗议的民众也不应该打警察 所以任何的暴力李嘉诚都反对 更不要讲说什么出动什么解放军 武警什么的 那个他一定是更反对 他担心的是香港怎么办 怎么办 这样吵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我重点在讲郭台铭 其实郭台铭的决定会直接影响到2020 这个礼拜吴敦一要找郭台铭见面 他就说大家来谈一下 到底初选过了一个多月如何如何 那郭台铭那边的讲话说 这个礼拜行程都满了 我是不相信 我不相信对郭台铭而言 有什么事情会比跟吴敦一见面更重要 据说王金平也要找郭台铭 王金平找郭台铭见面能谈什么 当然是吴敦一找郭台铭见面 其实我讲两个都是这种 为什么不直接找韩国瑜一起来 就吴郭瑜 就一起见面就好了 就吴郭瑜 你们要干嘛 有什么话不能讲的吗 一个是国民党主席 一个是国民党的总统提名人 一个是目前洞见观瞻的郭董 坐下来谈 柯文哲锤要冲啊 王金平要冲啊 你现在在这边是怎样 就讲一讲就要 那还有什么不能讲的呢 郭台铭如果去想想李嘉诚 李嘉诚他花了 对李嘉诚那个不是钱 他很关心香港 然后大家准备又要上街抗议 李嘉诚赶快买广告 劝大家要替香港想一想 然后大家不要暴力 就你看昨天号称170万人 绝大部分的状况 跟前几个礼拜比很好 相较之下 前一阵子不是还有女生的 一个少女的眼睛被受伤 然后什么催泪淡 什么催泪瓦斯 什么胡椒水 香港的朋友很辛苦 然后香港这样乱 坦白讲从6月9号开始 没想到会乱那么久 今天都8月19了 两个多月了 然后现在也不知道 要怎么收拾 所以其实我们对香港部分 基于关心跟同情 但是我说郭台铭的部分 他想想李嘉诚 李嘉诚没有选举 没有任何一官半职 可是他对香港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一登广告每个都在看 李嘉诚讲什么 李嘉诚写什么 里面是不是什么长头诗 然后里面这个句子什么意思 大家去说文解字 所以郭台铭也有这样的分量 郭台铭对2020的选举 有关键性的影响 我认为 我认为郭台铭 如果他愿意去协助韩国瑜 韩国瑜的民调 可以往上拉个5% 10%跑不掉 王金平不重要 我讲句实在话 不是说我跟王院长什么 王金平的效果没这么好 郭台铭的效果很重要 郭台铭在关键的时候 如果站出来挺韩国瑜 整个蓝军的大团结 然后甚至往上拉一波 绝对没问题 郭台铭的政见 他在整个2020选举 能够扮演的角色 其实很关键 就如同李嘉诚 在香港买那个广告是一样的 其实让他去 当然也不是说要 让郭台铭自己去决定 但是他选不选 他要不要帮柯P 那个影响是 大家都看得出来 那决定是在 郭台铭的手上 应该赶快跟 这个吴主席 跟那个韩国瑜见面 谈一谈 没有什么不能谈的 然后谈谈看 能合作是最好了 好 那如果说以目前 当最近很多民调 都是策略性的民调 包括那个 苹果民调 我们明天再谈 我们今天先谈一下 别的他们情况 贝勒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个YouTube聊天室的朋友 要这个自重 因为我们不是那种 类似馆长那种节目 让你调好玩的 你要洗板 你要骂人 那就我就请我们管理员 把你踢出去 就这么简单 你要闹到别的地方去闹 现在网路直播很多 这个慢走不送 你不走我就叫他提你 就这么简单 那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那不是你讲的算 也不是我讲的算 他现在能回别 香港警察被打 是啊是被打 是被民众打 那有没有民众被香港警察打 也有啊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骂脏话去骂人 去无助于事情的解决 那香港的情势也没有 其实我们要担心啊 我们绝对不能想说 利用香港的这个局势 去做任何政治或选举的操作 希望蔡英文有这个基本的智慧 你卡进去了 就惨了 不是我们不帮香港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都干活 我们是有什么力量去帮助香港 我们也是西瓜啊 在那个漫画里面 我们也是西瓜 只是现在那个猫熊 还没还没处理我们 他先他先把西藏 跟新疆处理完了 他就准备处理香港 下一个就我们了啦 那个漫画里面 只有四颗瓜啊 我们是第四个啊 我们实在没那个本质 去讨论李嘉芬 为什么十字紧扣 那个要讨论什么啦 什么这个男的 怎么扣的 拜托的他朋友 拔赌给他砍一个而已 绿色媒体就在记记叫 好 这个前天蔡总统到台中演讲 蔡总统啊 他说你们应该对某个人道歉 他讲了一些林家荣 什么什么大台中123 林家荣之前做的什么 那是什么绿川 台中花博的 我记得台中花博 后来卢秀燕不是接手的吗 很奇怪 蔡总统说你们应该对某个人道歉 然后呢 明年总统选举啊 不要选错人 明年总统选举不要选错人 下次市长选举啊 也不要选错人 这卢秀燕才就职八个月啊 那蔡总统就帮林家荣喊冤啊 你们应该对某个人道歉啊 总统明年不能选错人 就一次就要投蔡英文了 下次市长也不要选错人 就卢秀燕做的烂了 就有这样的 所以我也想请郭台铭想说 为什么才半年才八个月 地方选举大败的蔡英文 就现在你跟我说说民调领先 然后他跟苏贞昌打工气呀呀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跟半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啊 所以我来我来亏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你退的太快了 对不对 你现在回头看我讲对不对 赖清德是不是退的太快了 结果你看见面苏贞昌跟蔡英文都复活了 没问题啊 好这这拿滚这 兄弟如果明年没有投给蔡英文 是不是也要跟蔡总统道歉 然后高雄的是不是要跟陈其麦道歉 不好意思啊 我们投韩国语不好意思 就害陈其麦落选 是不是要跟苏贞昌道歉 苏贞昌也落选啊 苏贞昌林家隆 陈其麦都输啊 李静勇嘛输啊 现在做中选会主委啊 阿嘉隆啊 做交通部长 今天做副议长 苏贞昌最上涵 现在做议长啊 苏贞昌每天拿着鸡毛当地剑 他以为他做得很好啊 特别绿色媒体 绿色媒体尤其是三立啊 三立以前把苏贞昌是 钉在墙壁上设飞镖 现在称赞苏贞昌啊 其实这个就是主要敌人 跟次要敌人啊 好你看那个 这个假新闻跟国家机器 很可怕 讲实在是可怕 好我们看绿色媒体 他说韩国瑜周末忙着拼总统 选总统那个 呃 礼拜六是国政顾问团成立嘛 这待会我们最后火车会谈 然后昨天礼拜天 到他新竹去拜庙 拜了八间庙 呃 我不晓得这样拜庙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他的问题不在拜庙 好绿色媒体说 韩国瑜周末忙拼总统 直到八月十九才去看灾 来那那那报纸给大家看 怎么怎么8月十九 今天是8月十九啊 研究中韩国瑜今天才去看灾 那真要求 来 我们来看这张 呃 这是8月17的 这个礼拜六的联合报 好 那8月17的报纸就是8月 这样可以吗 还要在后面 在后面 8月17的联合报 8月16的报纸 韩国瑜去勘灾的图在这边 这个照片 那旁边写什么呢 韩国瑜说啊 灾情若持续 金明坐镇高雄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级开设的话 一级开设啊 一级开设的意思 你灾害防救法 他有分一级二级 这个台风 各种灾害 他有分级的 如果是一级开设 就是县市长要进驻防灾中心 那看你的下雨啊 风灾啊等等 他看你的灾害的状况 所以本来韩国瑜他要不要上来台北开这个记者会 甚至礼拜天要不要去新竹都是要看天吃饭吗 所以从六月一号开到那场开始 我就反对他下乡了 办那个什么造势活动什么的 我从头反对到底 你办他干什么呢 但是就很喜欢办 老郎来 他一离开高雄 如果高雄出事 他就完蛋了 你搭什么高铁 搭什么车飞回去都来不及了 因为他就是被绑在高雄 他就是被绑 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涵扣的 我就是高雄市长 高雄发生人好事 好事不好的 都算他了 都是他要去handle 所以你刚看到那个八月十六 他已经去勘灾了 你为什么说他今天才去勘灾 他不是礼拜五就去了吗 你们在高雄不是都有记者吗 为什么不知道 所以你说要 你要帮他澄清 要花很多时间跟版面 但是要抹黑他很简单 他礼拜六礼拜天都去拼选举 他讲才对 礼拜六去国政顾问团发表会 礼拜天去新竹拜八间庙 然后今天才去勘灾 讲得很像他 很不在乎高雄一样 结果绿色媒体 拿这个话去问苏贞昌 苏贞昌有个行程 警政署有个行程 韩国瑜今天才去勘灾 苏贞昌说 其实他跟美搞不清楚 我刚讲苏贞昌 他说首长跟民众站在一起 这样民众才不会失望 他不是都去了吗 他是今天才去吗 他不是早就去了 他上个礼拜取消多少行程 他就直接到 二级开设他就去了 我刚讲一级开设县市长进驻 二级开设是副市长 三级开设是局长 看你是水利局 比如说淹水 积水 就水利局 如果是重大的那个什么 那就是消防局 或是警察局 他有一二三级的开设 局长副市长跟市长 上个礼拜二级开设 韩国瑜就不敢跑了 就乖乖的去 但本来他应该做的 交给李四川 我现在有时间 我就自己处理了 李四川就坐在他旁边 这样就坐在绿色 你都拼选举 你都没去看灾 看到鬼了 你不可能做记者一世 没这么要求 选择我就会跟你吓 周末都忙拼选举 选总统 然后今天才去看灾 那绿色那些GG啊 那去看 你看 礼拜朝代澳 拜打朝代澳 礼拜朝新定 还好 就开始又歪白人了 怎么上个礼拜下雨 今天才去看灾 就心里 只要详续 上礼拜不是去了吗 你是在着眼 你上礼拜都没看到吗 要我这个评论员来告诉你 他上禮拜已经去过 报纸不都写的吗 电视不都拍了吗 他去纳玛下去六规 你们不是都去了吗 很奇怪 到底你是记者 我是记者 我已经离开D线很久 你们这记者是冲什么 黑白脸 然后去问苏仁涛 院长他今天才去看苏仁涛 韩国瑜礼拜六礼拜天 选举行程 今天才去看灾 没拔一下就不行 所长跟民众在一起的 不然民众在那 说你们都会话 苏仁涛你不晓得 他上礼拜就去了吗 苏仁涛也不知道 做一个行政医院 所以说这个 我跟你讲 真的都澄清不完 他就每天黑你就好了 你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你买错报纸 你看错台 你的资讯就是错的 你就以为他都没去看灾 李四川批 证据呢 你不是说都丢给李四川批吗 在哪里呢 没事啊 有什么事 没事 就乱 现在乱讲了 今天有另外一边 市政会议都礼拜四开 见到鬼了 为什么市政会议是礼拜四开 其实 讲他不懂 他真的不懂 市政会议礼拜二开 礼拜三开中场会 礼拜四开行政院院会 那是 那是惯例 没有人规定 市政会要礼拜二开 也没有人规定 行政院会 一定要礼拜四开 但它是个惯例 因为以前是一党领政 然后中常会礼拜三开 通常以前在国民党 在礼拜三中常会开完 礼拜四行政院会 就是鼓掌通过 没有人敢废话 为什么 那时候党就是国 国就是党 中常会通过了 你行政院会能干嘛 就照念一遍而已 他能干嘛 他是一党领政 所以礼拜二开市政会 礼拜三中常会 礼拜四开行政院会 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好 我说台中卢秀燕 不只韩国瑜被卡被黑 卢秀燕在台中也被卡卡 最近事情也很多 只是大家比较不关心 台中的事情 我还是要呼吁大家 不要去洗版和友谊的脸书 他现在不知道干嘛 第一次做企业 一天到人讲说我要做事 我要拼市政 其实我想跟侯友谊讲 不是用嘴巴讲的 我要减肥 我要运动 我也会讲 春兰花开都过了 我还是要这么胖 说的没效 大家不要去洗版他脸书 等到侯友谊被民进党围剿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你现在说他听不下去 想说我就一百几万票 我现在在市政 政治就不是这样 政治男子你想 你要好好拼市 民进党不会让你好过了 你等着看好了 不管明年谁当选总统 侯友谊在新北一定也被卡 民进党要选举的时候 新北市会 你看他去年怎么被修理的 去年段怡康怎么修理侯友谊的 去年民进党的台北市议院 怎么围剿那个侯友谊 那个什么文化大学 那个宿舍怎么围剿的 来我们来开放 电话 0223639955控制侯友谊 3995 处转会啊 本来要拿侯友谊 拿来砍头的 间接的影射杀伤力最大 不修理侯友谊 太可惜了 有没有 处转会的录音带 请大家不要去洗版 那个他有他的考量 我们尊重 然后那个接不接竞选总部的主委 我跟他讲 跟大家报告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竞选总部主委 这个比较像荣誉值的一个位置 讲起来好听 其实没什么功用 这管长是我的主委 然后呢 然后你这个县 你的票就一定比较高吗 不一定 所以大家尊重侯市长的那个 民进党是不会 民进党主要是卡韩国 因为韩国瑜先要选总统 可是你看像卢秀燕被这样子修理 侯友谊将来也会被修理 你看都知道 来我们来开放 控制电话 0223639955 来贝利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你好 是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贵姓你好 我住三重 我姓李 三重李先生来 你要投谁 投那个 那个郭台铭 你先你要是太紧张还是要再想一下 没有 因为我就是是韩国瑜我就不投 只要不是韩国瑜我都可以考虑 只要不是韩国瑜你都可以考虑 对对对 你是那个是韩不投就对了 对对对 非韩家园 非韩家园 所以你要投郭台铭 对 他现在有要选吗 没办法我本来是要投赖清德 赖清德被小英做掉了 我没办法投小英只能寄忘郭台铭 你本来要投赖清德 本来想赖清德 结果他被做掉了 那小英我被骗过一次我不能再投他 那现在只能寄忘郭台铭出来 李先你今年有没有打过 我还没有打 你还没有打 李先如果你当总统你最想做什么 我想请他们把就是应该是几个大头的 不是不是不是请他们的 如果你当总统你要做什么 我当我一定就是譬如我就把国民党民进党 一些大头的人找来大家商量一下 就是因为台湾的态度很 就是我们到底要走统一独立什么都可以 其实独立也做不到统一也做不到 那大家都诚实面对 啊不要每个人都骗自己的人 就是说我我这边可以独立 啊我这边早晚会统一 那根本其实眼前都记 未来这个几年都做不到的事 然后大家为了我们国内的人一直在 自己在吵这些很没有意义啊 那个李先你说你是非韩家园 对对对 我的节目你还听得下去啊 也是也是听的 只是我觉得你感觉你之前是都会 谁做出你都会修理啊 可是现在我觉得你有时候还是比较为韩国语的讲话 你先谢谢你啦 谢谢 这个遇到这种不是投韩国语的人 我都特别的让他再讲求一点点 假装我很有风度的 02236399来 贝利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嘿你好嘿我是整天在扣运的 这您住哪贵姓 我新北市我姓周周先周小姐嘿对因为我是刚从那个加拿大回来的我都有清黑兄兄的那个 你是周流淑情哦 是我昨天今天早上回来的 今天早上回来对啊 我每次在加拿大都三更半夜爬起来因为半天半岁的我三个几三个 还会认为社会还有那个那个我都有在看吗你说你今天早上回来那你什么时候再回去 我没那么快啦我在为了这个选举我就是要回来加油啊 还有一百多天就 对啊不会那么快也认为中间会回去一趟嘛我们大家朋友昨天还特别跟我聚会一二十个人在帮我集气啊 你又没有要选举帮你集气干嘛 我要选举他不替我集气叫我回来送给把这个气送给每个韩国瑜啊 你上次不跟我讲说你要去做志工 我想去做志工啊 他现在有缺志工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跟那个谁陈迷很熟嘛 跟谁 陈迷迷他要选新北市在展立立文嘛 陈迷迷哦 我来问看看啊看看有没有缺志工啊 你再问他啦 那我还要问你我要抖内怎么抖内啊 不能谈抖内我们这是广播节目 那个周小姐 你捧场我就很高兴了啦 谢谢 因为我在这我看人家都在那个电脑上写啊 可是我写不来啊 没关系的周小姐我这是广播节目这个这个谢谢你啦 谢谢谢谢谢谢 加油啦我每次要打打的很不好打 你看我今天我本来是困得要命我还是等着跟你打电话 那个时差还没调回来好谢谢 谢谢 韩国瑜要加油啊 我们都是给他加油啊 好谢谢一把周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 拜拜拜拜拜拜 这是我们那个直播的老朋友 一把周他从加拿大跑回来 他上次在那个直播中讲他去当韩国瑜的志工 还有145天他就跑回来 谢谢这个周小姐的捧场我们先听广告来 02363995 我们的空间电话还要再接通来 哈喽你好 喂喂喂你好 喂你好 是大哥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 高雄姓李 李先生 李先生来你要投谁 韩国瑜 如果你当总统你最想做什么 我最想哦把那个这个三党一样啊三党的领头叫来讲一讲啊不要乱了啦 李先生你你不要被低通影响了就你本来如果你当总统你想做什么 就是这样我也是想这样而已啊你高雄太你现在台湾太乱了没有这样就没有用了不要去看香港了我们明年的投票哦就是要跟小英说对不起啊没有投票啊 我投给你啦他叫你道歉我跟你讲对不起我没有投给你啊没办法 我投不消息对啊 好啦好谢谢谢谢李先生谢谢你谢谢你打来捧场 蔡总统叫台中都朋友要跟林家荣道歉凭什么 林家荣赢胡志强赢20万 卢秀燕林家荣赢20万这样来何几万 40万 林家荣赢胡志强赢20万啊 卢秀燕林家荣20万来回不是40万 一来一回就40万啊 这为什么要道歉刚投完吗 所以你看就是用建招嘛你你当台中市长你要什么都不给你啊 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啊叮你啊 然后说你们要跟林家荣道歉为什么跟林家荣道歉其实林家荣很可惜啊 林家荣在台中蹲了10年啊 他在干嘛你知道吗他就跑那个红白铁啊一大早就去兵议馆啊 让人家出山了 告别事就去那边自意自哀啊 然后呢那个早上不是那个什么老人会他们什么搭游览车出去玩那种什么 那个是什么就是每个礼办的那种什么长青的活动 他就跑去送矿泉水啊 去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阿隆啊 大家好大家好这个平安出门快点回来 跑了10年的 然后当4年的台中市长 然后就输20万票 其实林家荣要检讨了 明天见拜拜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